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八件非常實用又好看的和服袋組合 那首先看到前面的這邊它是有四條的名古屋袋 那名古屋袋呢通常在著和服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正裝或者是比較輕鬆一點的小紋和服都還蠻適用的 那我們這次有三條黑色的非常好搭衣服的這個名古屋袋 那首先看到它這個花的設計呢 在日本的織物上面它喜歡就是在小地方做點綴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的地方特別的亮 它這邊的織線有稍微換 那另外一個稍微低調中的高調 它這裡是有一點點波浪的設計 那也是用這種金絲的感覺 那最後這一件呢它是比較稍微素牙一點的 這種幾何形狀的就是現代風格 那另外可以看到這一件龜殼的這個手染的織物 那它這個是紫色系的 那一般我們看到的像是台灣的這種藍染是藍色的 那紫色呢是還蠻特別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半幅帶 就是在著比如說像是浴衣啊或者是小文和服可以使用 然後還有這種腳帶在穿乘馬胯的時候可以用 它雙面都可以使用 那這邊還有兩條小的 那這麼多的組合歡迎大家參考看看 好看 好看 好看